字幕制製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時度過解》 中日韓三國領導人高峰會剛剛開完 他們說的是共識多 還是各講各講多 而三國的會議對美國大選參選人的亞太策略 有什麼影響呢 請嘉賓和您談談 今天我們嘉賓 國際關係學者趙宇洛先生 宇洛先生 我留意到這次中日韓三國高峰會 開的時間很短 一個多小時就開完了 但是又是幾年疫情之中沒有開的 恢復了 這個有沒有一點點意思呢 我們去看 這個整個都是一個好現象 大家心裡明白 因為中日韓三國雖然在地緣關係上 大家就相對接近 南韓都在我們亞洲的板塊 而日本亦都是一海之隔 理論上就應該大家多些溝通 互通有無線 互相摸底 但無奈大家留意一下 三個國家大家都站在不同的一個方位和陣營 以致到在全球處理一些問題上的 擁有分歧 因此 出到來有時你希望很短時間有一個極大的果效 相對難 但如果你不說 可能那種不會加深 又會加重地緣上的緊張 因此這次來說都是正勞的 我們看到大家的會談氣氛也挺好 大家都提出大家關心的議題 至於關心甚麼議題 我們待會可以再詳細地說 好 過半個多小時都可能是有些問題大家不爭議 各講各的 有同意的大家同意 所以可能很快就開完 我們的節目都半個小時 他們過幾小時應該稍微短 不過你剛才說得對 中日韓三國之間的關係是很特別的 歷史上亦都很特別 三國 即韓和日的關係亦都不是說歷史上不是好 中國和韓國 因為朝鮮戰爭 抗戰就不用說了 這是一個很敏感很微妙 但是很距離很近的一個關係 剛才我說共識多還是各國各多 看來現在看出來的聯合聲明 都是在財經方面 貿易方面 應該達成一些共識 這個是主要的 是不是 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天 媒體的報導 都是有些思路可以給予我們 其中一樣東西 大家留意一下 講的蝙蝠比較多 是中國和南韓比較多 是吧 中國和日本所說的蝙蝠相對比較少 我們知道從上世紀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一直下來 日本的經濟對我們 就算香港或者中國 其實影響繼政應該深遠一點 但是現在時勢 我看來就開始有一些轉變 這個轉變 是看得到整個韓國 即是南韓 它對於我們 即是中國的關係 是越來越密切的 以前的貿易總額可能相對 是跟日本的相差很遠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貿易總額 大家已經差不多 都是在說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反映了一個現象 中國是很想加強 跟南韓的關係 那情況又來了 為何會特別喜歡 跟南韓加強的關係呢 原因是有些事情 似乎在中國看起來 日本和中國之間很難解決的 例如大家談得不是很開心的 就是那個核污水的問題 到現在廢廢樣樣都解決不了 除此之外就說 美日同盟的一個框架底下 始終日本在亞洲顯示那種態度 是下次針對中國的 還有有心去圍堵中國的 而這個意識形態 在韓國相對是比較少的 雖然韓美之間大家有軍事同盟 但是跟中國一直保持一個很好的經濟態勢 大家留意一下 這次說得特別多的 就是怎樣跟韓國 大家之間去稅行那種經濟合作 包括有高端的科技 包括有經濟的數碼化 以至到人才交流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向著一個 更加深層次的一個合作 領為它發展 所以那個自貿區那裡 中國是花很長時間 是去到就說 現在應該進入 我們很開心 進入第二個階段了 但跟日本那邊 其實反而很少去說一些比較實體的東西 再加上就是那個示範區 長春的示範區 其實應該是做得很好 變了給大家有個感覺 覺得中國和韓國 大家是走近了一處 從產業鏈去說 從技術方面去說 大家從市場去說 都是有辦法商量的 這個就等於三個人扯大鬧 你要中日及合力去牽制對面的韓是困難的 中國和韓兩個比較多的合作 牽制日本是容易的 加上中韓的關係是升 中日的關係是降 所以很明顯了 我們中國的地位 定位應該怎樣呢 就很清楚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就是這個朝鮮半島的安全問題 非核化的問題 這些問題似乎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意見的 大家都公開表態都沒有什麼不同意見 都同意的 這件事牽涉到另一個北朝鮮的問題 又怎麼看呢 朝鮮半島的無核化這件事 其實最早提出 都反而應該是中國的 中國是擺在自己的一個地域的角度裡面 無核化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可以做到生意 政治上也溝通無阻 但無奈地就因為一些地理的環境 或者政治的氣候 這個無核化都說了很久 但也是很難實行的 現在正正北韓都不斷在試射 飛彈等等 都令到這個議題難上加難 所以如果你說要就這個議題 去做一些叫做文章 其實是很難的 美國那方面如果沒有參與 亦是很難去談得到一些很實際的事情 而與此同時 較早前我們經常都說 是四方會談的 但現在沒怎麼聽到四方會談 原因是 你很難埋到欄 去說這個這麼核心的議題 與其要強行說 不如先將它淡化 反而談了一些 大家覺得是比較容易做得到的事 目前這樣的狀況 你叫第四個坐下去 都難上加難很難 其實如果真的要參與 我想整個地域裡面 因為你在說一個叫東北亞 東北亞其實是非常複雜的環境 除了你說日本也好 或者你說南韓也好 中國一定 在俄羅斯你不可以少 在上高北面 好 接著再下去 你美國 在另外一邊的美國 所以類似這一類的組合 它要經過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階段 例如真的可以有些突破了 例如金正恩真的肯坐下來 去檢討一下自己 現在的軍事或各方面是否真的一個威脅呢 它的導彈是否研發得太多呢 它的核的發展是否去得太快呢 等等 這些反而是它自己本國 先有一個定調 才可以接著再走出來和大家討論 暫時來說 其他國家如果這樣強行去說 或者參與 就變了有少少隔空了 這個不切實際 現在譬如中國和日本的關係 和中國和韓國的關係 或者反過來說 日本和美國的關係 韓國和美國的關係 我理解相對來說 美日的關係還是始終密切的 美、韓之間 他們也叫做盟友 但是我從各個角度聽回來 其實韓國民間也好 政界也好 對美國和我們表面上看到的美、韓關係 其實有點不同 其實對美國也有很多看法 內地的說話 看法就是有意見的意思 這是否事實 這是很深刻的觀察 換言之就是同中有義 二中有同 我們如何定性地位之間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去研究這個國際關係 而其中一樣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大家都在討論 一個戰後的國際秩序 究竟是哪個奠定的問題 一天這個規範 這個遊戲規則沒有改的時候 我相信 美國為首的一個和日本的 或者是再加上韓國的 一個軍事同盟的主體 它是不能打破的 原因是在戰後大家都知道 因應著一個冷戰的時期 一個冷戰的思維 他們會覺得整個亞洲 去穩定這個局勢 就是靠美國 而美國去改造日本 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 日本有一個責任 和美國共同保衛 周邊的一個事態安全 那這種意識 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安保協議再改 再成 去到什麼防衛指針 其實一直都沒有改 本身這個遊戲規則 是由上世紀 帶到下來 差不多超過現在 這樣算 都成大半個世紀的事實 而我們中國當然 覺得隨著時代的轉變 國力的騰升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看法出來 但就說這一種新的看法 暫時來說 都很難跟美日 他們看這個亞洲秩序 那種看法 大家是可以互相協調的 因此這個磨合 我覺得是未來的路向來 是更加多這樣的機會去做 好了 在未做到這個效果之前 難道不談嗎 也沒有可能的 因此你看得到 就說中日韓 大家就要經濟議題 多一點發揮 其實是正勞的 是正確的 而且是相對比較平和 可以做到的事 是 但事實上 就是我講的 你說叫做深刻的觀察 我又不是那麼厲害 那麼深刻 不過感覺上就是 在美國面前 就是韓國 那個希望多一點自主的 那個渴求 那個姿態 是多一點 日本來說 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沒有甚麼寄望 可以有所謂自主 是有這個分別 現在來說 我們反而看得到 就是有一個轉向 就是日本現在 很希望通過自衛隊派出去 尋求更多自主 換言之就算美日協防也好 將來在整個亞洲區的部署裡面 日本是想做主導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與此同時 韓國也會覺得自己一直以來 如果經常跟著美國的政策 確實是有一點不自主 因此韓國現在其實都很希望甚麼 首先探討一下 在朝鮮半島 跟北韓之間 大家有沒有一個可以機制 對話到先 因為只有朝鮮半島的和平 他才會覺得真正和平 喝杯茶 回來我們繼續談 好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播解 我們今天是嘉賓 國際關係學者趙宇樂 趙先生 承接著剛才喝茶前說起 我們跟韓國在政治上 即不說意識形態那些 直接公開比較大的矛盾 就是美國部署撒得導彈 現在導彈還在 即是你沒辦法叫它離開 但這個事實存在 這個是在印象之中 唯一一個比較大的 和中國之間的衝突 其他就不像日本一樣 有領土問題 釣魚台問題 釣魚島問題 有甚麼污水問題 那些甚麼政治上的問題 等等 是不是 確實是這樣 現在中韓之間 你說認真很大的矛盾 其實真的沒甚麼 撒得導彈沒錯 是放在它的防禦體系下 而且它的攻擊能力 是遠遠可以覆蓋到 我們中國的土地 但是這件事也會看得到 其實南韓的政府 在這件事上 它是不是克制 最重要是這件事 如果不是去到一個戰爭的邊緣 你說對中國是否即時有一個影響 就沒甚麼 所以我反而覺得中國走這一步棋 它很想跟南韓 首先建立一個友好 這個友好是分幾方面的 如果你看公佈 你看到有時說 二加二的機制又是怎樣 二加二其實告訴你 其實它跟南韓 大家合作的關係 已經超越了日本 因為它隨時可以在政治上 可以找外交部的副部長 以及高層級的外交部門的人員 跟你談 日本是否做到 做不到 這就是分別 第二件事也是 在公佈中說到 1.5的接軌 那個對話 甚麼是1.5的對話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但這個所謂的元祖1.5 其實是美國最初要跟朝鮮 大家去溝通一下 而建立的一個機制 如果你說絕對不是1.5 你說一個叫鬼制 一鬼其實是政府的層面 如果政府對政府的層面 就是一鬼 1.5鬼其實是說 有一部分是政府的 有一部分是民間的 通過這種對話 大家都可以去談一些 共同關心議題 為了令大家 不要覺得每次都很政治的時候 加入一些民間的團體 學者 就大家關心的議題 共同去討論 這個就很好 變成一個很良性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 那個聲明走出來的時候 都看到中國是跟南韓 是更加進了一步 而日本那方面 依然各自保留大家的立場 都是舊走新平 是 不能不提美國 是吧 即是說起韓國也好 日本也好 都跟美國 這類類的關係 歷史上 當新中國剛才誕生的時候 就是朝鮮爭後後 那個圍堵中國的意識就很強 好了 到了尼克松訪華 中美建交 這個話題就應該相對放低了 到了奧巴馬的時候 又重新提這個所謂封鎖圈的問題 都現在 好了 總統大選又來了 特朗普對這件事關不關心呢 這個亞太策略 是不是都承接著這個所謂封鎖圈 就是要包圍中國這個做法呢 還是他印象都是 搞關稅 生意佬 跟你說貿易做生意多些呢 這個牽涉到政治的誘因 和經濟的誘因 兩者相交的時候 究竟哪一件事是最有力 而我自己去看 就是美國由始至終 在政治和軍事那裡 去牽制中國這個假想 是一直都是有效的 換言之就說 由2000年來 我們一直去看 美國無論哪一個總統上台 他的主張也好 他都說 要不我們重返亞洲 要不我們去圍堵中國 而這個中國威脅論 是沒有停過的 當然強弱或者容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那個主調 為什麼會這麼一致 原因就是看到中國的經濟勢頭 一直這樣起來的時候 你再經過半個世紀 這樣不得了 所以有些分析家 他都預測說 美國早晚 他的經濟體系 是不夠中國來的 他的軍事體系 是否勞不可迫 又不是 你現在都是靠船堅炮離 我們所說 戰艦有多少 你的航空母艦有多少 是否中國遲早追不上 不是 因此那種威脅 在他們來說 深刻 所以現在來說 你看到 就說美國 就算特朗普 他的盤算也好 他不會跟拜登 在這個國際事務上 或者在… 有太大的分別 太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 有可能就是俄羅斯 對俄羅斯是否應該採取一種友好的態度 站在特朗普來說 他覺得 如果是可以美國跟俄羅斯 展開到一個友誼的對話 這件事是可以幫助 削弱中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一個完整性 這個就看得很清楚 有些美國官員說 台灣就是台積電 全球晶片 最重要的一個生產點 這樣想的時候 那個衡量又不同了 是不是 我們中國始終站在一個中國 大家中華民族兒女的角度 去分析台灣 換言之我們不是真的要去看台灣台積電的問題 我們不聽別人看 我們很緊張 台積電是一個技術 高新科技技術其實是可以轉移的 換言之知識的轉移 無論在哪個地域只需要擁有這種技術 都可以行之有效 這個我們都知道 反而我覺得中國其實體重台灣的 就說他不要越走越遠 他不要先讓我們國家分裂 起碼叫維持現狀 你維持到現狀 其實再平穩一點 早晚我們都已經在理念上 大家預合得到 現在出來的情況 就是你看到 當他要宣佈賴清德上台之後 他說的那件事 就真的很出乎意料之外 他說了一兩個設限或條件 別人都覺得跟台獨有甚麼分別 你一說就說到 台灣是一個政權的主體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好像類似這些 中國當然是不收貨 沒錯 除此之外 你看得到 一走了之後 馬上進行軍事演習 而這個演習比貝洛西上還要厲害 還不到演習 在海陸空全天候 可以圍著台灣 換言之它有一個假設在 如果一旦真的跟你 美日大家是發生這個衝突的時候 你就算日軍在北面下來 或者你美國在西南這一邊 第七艦隊過來也好 它都是有足夠的一個軍事技術 去切斷你那個叫防衛的一個箭頭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就看得到 中國是越來越對台灣 而且行這個兩岸統一的政策 是很鮮明的很強的 暫時美國來說 即是無論它在意識形態上也好 要顯示它是世界霸主也好 經濟的威脅也好 軍火的銷售也好 保持這個中國周邊的緊張 對它來說 對它來說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確實是的 現在美國在打什麼牌呢 有些人其實都是這樣分析的 你就算問一些陰謀論者 他都說沒有的 美國要賺錢 世界越亂就越賺到錢 是吧 越亂的時候 你這裡放火頭 那裡放火頭 然後自己做一個中介 或者和事佬 它根本不存在一個 希望疑似解決的問題 疑似你不要解決 可能對它是更有利的 所以那個因素就是 他切了火頭 然後令到世界局勢混亂 但是他也做一個和平的使者 是令到這個世界 是可以破滅這些火頭的 那麼他就變成了相低益章 因此他也有一個限制在那裡 他不想是真的亂到一個地步 是不能控制的 如果真的不能控制的時候 舉個例子 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對他有什麼益處 他沒有益處 他唯一的益處就是 有了這些火頭 然後他自己下去的談判 而他自己拿一個最大的份額 那這個才是上算 所以無論你這個中東的問題也好 烏克蘭的問題也好 或者圍堵中國的這些台海問題也好 我都覺得未來他一定 多多少少都會展開對話的 但是他一定是什麼呢 將自己那個叫做第一身 他放得很大 而令到自己一個談判射上局 他拿到更多的籌碼 這個是未來預見 當然他們有 我們都說了 大家都說 他不搗亂就不深色 亂對他有好處 但是有時候又似乎 他真的覺得有威脅 他不是覺得 當然中國什麼時候威脅他 什麼時候戰艦 有個一兵一擲 在夏威夷四圍兜兜 但是你看一件事情 哪個國家會為一個企業 私入華為 要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這樣做 顯然他真的覺得有威脅 不能坐視不離 這個威脅不是他做出來的 是實際上存在 這件事 除非中國不發展 不再繼續強大 否則的話 這個所謂的威脅 對他來說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威脅他 不過在他來說 是越來越大 確實是 如果站在他的角度 我始終就會覺得 這個就牽涉到 戰後秩序和威脅的定性 原因就是他覺得戰後秩序 我就是維持世界最和平的那個 我是老大哥 我大大哥的時候 你不可能二底或三底 你會超越我的 如果是這樣 他覺得不能接受 華為的情況就是 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看 華為都超越了你 所以你才會覺得 整個環境 我們說這個環境 這個典範是打破了 而出現了一個新的環境 新的典範 你又不可以接受 你心理上會覺得被打擊 因此我會覺得 就是早晚中國提出這件事都是對的 就是世界的新秩序 應該重新去定性 如果你一日你有這個心魔的時候 永遠每一件事都好像對著你了 你美國會覺得不舒服的 但如果你覺得不是 這個世界有一個新的方式 是大家通過互相的對話或者協調 或者你不是這個地區的 你通過第二個地區的一個主體 跟你一起合作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習主席經常說得很對 就說太平洋這麼大 你能容得下兩個大國 好 時間差不多 多謝趙宇來跟我們聊天 多謝程先生 時事大播解 後回分解 今天才對 幾次 聽到 聽到 因為 很新的 聽到 聽完 聽 – 聽呀 視憊